新租室總共會的大哥大姐你們好 今天我是代表黃寶菊 來新租室黃寶菊來這邊 替大家做一個資源回收的介紹 那因為時間上的關係 那我們就有重點次的 讓大家要了解現在回收是沒有 回收是沒有價值 但是要其實它再利用的話 其實可以做成一些瀏覽品啊什麼的 或是還可以有回收再利用的價值 這分三類 那首先我們看到的有沒有 就是第一個塑膠類 因為我現在會先講的很 很就是很 直接下一次就知道這是 這是可以分類的 這是可以回收的 那等一下可能會講到另外一個就是黃寶鼠 它有公告某些特定的廠 特定的垃圾是要回收的 那就比較特殊 那等一下那些為什麼要回收的一個原因 等一下都會做說明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塑膠類 都可以回收 只要是產品上 只要是產品上的那個上面有一個三角形的一個標誌 中間有個1 1到7 1到7 當然每一個類別它有 每一個號碼它都有個別的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 它的塑膠的一個變號屬性 不一樣 那只要看到這個標誌的話 通常都是可以回收的 對 對 那另外就是說 在7的一個地方的話 在99年3月1號 環包署它有公告一個叫生殖塑膠 欸 怎麼是生殖塑膠一定的比例 去做成的 它不像其他塑膠是放在凸泥 因為塑膠裡面是萬年萬年都不會腐爛的 這是比較新的一個生殖塑膠 也比較晚飽 那其他的就是 就是可以回收再利用 因為塑膠其實是不會腐敗的 對 就是 就是 溶氣形象 因為我們在回收的時候 應該會囤積嘛 囤積的話 可能會導致環境上 資深溫飲的一個情況發生 那我們建議就是說 吃完飯 吃完的餐盒 冰單盒 用水沖一下 做一下保持它的乾淨 之類的 就會比較好 那 另外就是被鋁箔包 容藥容器 這些都是可以回收的 這是大家比較常看到的 OK 那接下來 我要講的就是 黃胞鼠 它有公告一些東西 要回收 它的原因呢 第一個 可能就是它有毒 就是說它如果亂丟 在環境裡面 它可能會造成環境上的汙染 就像現在看到的被幹電池 就是可能也常常聽到說 誒 一顆牛肉血的電池 如果掉進水裡面 會有什麼汙染 對 其實汙染是蠻嚴重的 它會造成600公噸的水 不能再喝 你會覺得600公噸水是多少 那其實是等於一個人 一剩的用水 所以你看 一顆牛肉血的電池 就會讓我們一個人 一剩的用水 就完全汙染了 沒有辦法再喝了 所以這些其實是蠻酷的 所以目前其實就是 歷年 歷年針對被幹電池 我們都會辦一些活動 鼓勵民眾做回收 然後我們希望就是 環境中不要 電池就是亂丟 造成汙染 對 另外大概有另外一個 充電電池 先去電池等等 這是油毒的 然後要回收的 OK 那第二個就是 像 現在看到的 廢輪胎廢汽車 這些大概就是 有回收載利用的價值 然後像汽車 上面的鐵啊 然後一些引擎 幾面什麼東西 它都是可以回收載利用的 然後所以環保署它第二個 公告要回收的一些東西的話 是它具備有回收載利用的價值 等一下大家會看到一些 OK 那第三個現在看到的是 被造明光源 你會覺得 欸為什麼要回收它 它是不是玻璃可以回收載利用 其實沒有 因為我們現在 就是幾乎全部的造明光源裡面 都是含有鞏氣體的 那你可能慢慢的 你要認識到鞏 其實是一個非常毒的東西 很有毒性的東西 所以等一下會記得 叫另外鞏產品 像現在看到被造明光源的話 所以 它裡面含有鞏 鞏氣體 然後所以 在回收的時候 一定要小心 然後千萬不要就是 可能很隨便就把它 爆炸什麼 就剛爆掉了 但是爆炸的人 可能看到一些白色氣體 其他就是有毒的氣體 那當下可能就是 不要馬上去處理它 先等它一散掉 等它毒性少一點 再去做處理 因為 它其實破掉之後 就等於一般的被玻璃了 因為主要就是 不要讓裡面的有毒氣體 那它可以 讓它跑出來 然後 影響人體的健康 所以這也是 被造光源 為什麼要回收 就是因為裡面 還看到的 就是也是目前 比較常看到的 一些 可能說 電子產品的 東西 因為黃包廚 其實它 其實它這種回收的話 都是還可以再利用價值 像被主機板 我們新竹是有那個機 它其實是可以把裡面的一些 金屬萃取出來 這些都是可以回收再利用的 然後 其他就是 比較大家可能找螢幕 機殼 也比方機鍵盤 大家都可能還 比較滿了解的 OK 那現在這個 也可能比較熱門 就是備飾機 備飾機是可以回收的 大家幫我看看 冷暖器機 備飾機箱 電視機 有些瞭解 可能不瞭解 因為目前最新的 是說廠商必須無償 無償提供 就是民眾去做回收的一個種作 但是 當然這種條件是取決於 舊機換新 吸機的情況下 對 OK 那現在看到的是 備手機備飾機做充 因為這個其實是 這一兩年 新出來的一個回收項目 那你可能說 為什麼要回收它 是不是裡面有再用的 就是 金屬啊 其實不多 但是 為什麼要把它做 回收的項目呢 因為其實 黃幫助長在97年 告訴他 統計說 全國的備手機率充 他們的廢氣量 他其實一年的廢氣量 他可以堆成一座小山 對 因為目前其實每人 可能一人兩機 三機以上之類的 所以 因為有建議這樣的情況下 所以他要求那些業者 要做好 逆向回收處理的工作 所以目前就是把它這個 備手機充 就是因為它備心量太多了 多到已經 就是 嚴重影響我們環境 因為垃圾量真的太大了 對不對 所以他目前就是 把手機充 其實這幾個也是我們有時候 備好禮的一個重點 有時候我們辦活動 新竹市王寶寶寶 辦活動 這些都可以拿來做一個 兌換日常用的這個東西 OK 那現在看到的是水銀體溫劑 這也是剛才說的拱 拱它另外一個產品 拱其實是非常堵的 所以目前其實你市面上 已經看不到這種 裡面含拱的一個水銀體溫劑 對 那所以目前的話 我們是建議就是 另外用電子產品 紅外線的耳溫槍或是耳溫槍 去講體溫 現在目前我們新竹市王寶寶寶寶寶寶 跟紙式藥品容器 就上面有標這些 等於說未屬成藥製的 一個鎮泡的 成藥容器 跟紙式藥品的 是它的那些 那個藥罐子 塑膠的藥罐子 其實我們當作一般二十五進刀 是不會有另外的問題 那其他的那些 鐵啊鋁啊玻璃塑膠的材質的容器 都是可以做回收的 那剛剛以上的那些 就是黃暴鼠公告的 黃暴鼠公告某些特定的 這樣可能類似說條件 第一個是有價值的 第二個它是服依服外的像塑膠 然後第三個就是說 它有毒性的、牆的、掠齒 拱製品 拱製品是有毒的 那就是以上是看看那些 就是黃暴鼠的跟一般大家常看到的 資源物 那現在看到的是主要是我們新竹市針對垃圾彈 也有做一個可回收的一個提起 那 被塑膠袋哪些可以回收 其實很簡單 就兩個條件 第一個 它是有透光性的 所以說如果 你一般看到那些 餅乾盒啊 口香糖的塑膠袋 口香糖的塑膠袋 其實它裡面如果包一層鋁箔紙的話 那是不能做回收的 那是要再做一般垃圾丟掉的 你會說其實它上面有回收標誌啊 其實有些產品 雖然它上面有回收標誌 那是因為可能是業者 因為它 我們黃暴鼠是有規定 就是說 你這個如果是回收項目 一樣不要回收是標誌 但是他們為了 他們可能說 不知道這個要不要標 所以它是全部統一標誌 就不會有問題這樣子的情況下 所以你也可能看到有些 餅乾袋它有回收標誌 其實是沒有的 那另外一個大概就是 它必須是乾淨的 就是說如果這個塑膠袋是透光性的 然後它的乾淨 就是說沒有裝過一些雨啊 有血水啊 或是油泡那些油膩的情況下 那都是可以回收在地有的一個 那個塑膠袋 好 那剛剛以上講的就是 有關除那個 資源物的部分 那接下來要講除魚 就是說 之前 之前可能在一兩年前 只要其實只要記一句話 你就知道哪些是 可以當作除魚的 之前就講就是說 只要是人可以吃的 吞的 或者是吃的吞的剩下的 這一句話 你就可以怎麼去分辨 什麼叫除魚 好當然是因為可能大家也知道 就是新竹市目前堆肥廠 有被提業了 所以目前新竹市 只要是 出了剛剛講的那個 再包含硬殼類 只要是硬殼類的東西 目前是 當作一般特色丟掉 好 因為我們現在主要是 除魚是給竹吃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政策上就是說 只要是硬殼類 骨頭 椰子殼 或共鱗皮 比較硬直的 我們就是 目前就是當作一般特色 就不再當除魚 而且當然就是說 只要是我們都可以吃的 吞的 或是吃的吞的剩下的 都可以當除魚 所以除魚很簡單 只要說剛剛那句話 把那個硬殼類拿掉 就是其他都是除魚的 對 只要是我們都可以吃的東西 等一下 像鯉魚 高麟菜 蒜頭 對 沒有想看它就是 無法破碎的大型骨頭 或是蝦殼 好等等 OK 好那剛剛講的就是 除魚跟支援物 那現在來講一般垃圾 一般垃圾 認定也很簡單 也是只要 你只要記住幾個條件 第一個 非黃寶廚公告 因維收項目 就是說我們剛才講的 那些黃寶廚 它會公告一些 電池 電池 手機 等等 除了那些項目以外 然後另外的 就是說 它主要是含 兩種 兩種以上 材質 組合二層的東西 然後它又沒有在 黃寶廚公告裡面的話 這個就是一般垃圾 然後簡單舉個例子 欸 安全帽 你會覺得它不是塑膠嗎 為什麼不能回收 你就覺得很奇怪 對 OK 那其實安全帽 它可能說裡面有一些 那個 黃麗龍 或還有海綿 或是那個 棉布 跟塑膠 當然它還有一個 比較重要就是 螺絲帽 你就覺得都可以回收啦 如果把它拆解掉 都沒錯 就是說如果一個 東西 你可以把它拆解成 單一材質的 OK 那是可以回收的 當然 也要我們 就是 真的很熱心的 去把一個安全帽 把它拆解掉 然後另外說 那我整個回收不行吧 嗯 當然這個部分的話 因為我們可以跟你講 就是說我們回收的東西 到後來 後端有個處理廠商 像塑膠的話 它回收後 是打成塑膠粒 那簡單來講 如果這安全帽裡面的螺絲帽 整顆丟進去好了 然後結果他們幾百萬的機器 為了領個安全帽的螺絲帽 整台機器爆銷了 那整個一個市場上的價值 就是說這個安全帽 已經數毀了幾百萬的機器 就已經不符合市場的一個成本 對 所以說 有回收的考量 其實很多點 所以說 在 現在只要一般熱身 要親密接觸的 類似毛巾啊 紙頭套 紙尼布 那一類估算 穿單 這種東西的話 我們目前 在新竹市是把它 歸類成一般熱身 你會覺得 欸 為什麼我穿的衣服 不能借給別人用 可以啊 對 但我們是說 鼓勵說 只要接近人體的衣物 就盡量不要 那另外說 我也要診證 可能說 給那些比較弱勢的人 其實弱勢的人們 去使用我們的衣物的話 是OK 那我們就建議說 在捐證之前 是洗乾淨的 洗乾淨的 捐證出去 那我們是蠻鼓勵這個行 這個一個行為的 對 但另外我們就是說 真的使用過後 也沒有要捐的話 那這個部分是 一般熱身丟掉 對 那這個部分的話 好 先說明一下 我們進入的是 大型假夜清運 就是說你過年期間 之類的 或是你家具 如果說要清運的話 都可以到 清潔熱的電話 這個上網查都可以 5388406 那可以排行時間到服務 然後上線一下明費 就是有關大型清運 家具清運的部分 那再生展具 再生家具展售的部分的話 就是說我們在 濟水野賣場那邊 有一個 再生家具的一個展示場 那邊有賣一些木質 木質的 因為我們那邊有 木工師傅可以做修展 所以賣的大概就是 我們回收回來 攤用 然後修復過後的一個家具 都還不錯 對對對 大概是這樣 謝謝